好 高雄市議會 今天審查總預算 藍綠爆發流血衝突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我們請議事主持人 公讀我們議事都要走第71條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現在的大堂 沒有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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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流血 因為國民黨的市議員 叫劉德琳被拉倒 疑似撞到桌腳 所以臉部血流滿面 打成一團 陸出美揚言 副議長揚言 動用警察權趕走民進黨黨團 打成這個樣子 來 立文怎麼看 當時就是說建議韓國瑜他請假 其實就是你遲早會遇到 類似像這樣一個狀態 但是你基本上你下市對上市 就是說民進黨的高雄市議員 就下市 在民進黨裡頭 他就是三軍 你對的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基本上民進黨就是佔盡了便宜 所以當韓國瑜離開了以後 高雄市議會 整個高雄市議會 真的是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過 有這麼高度的見光度 跟這個見光的能量 全台灣的媒體都要去拍 那韓國瑜一走 就沒有人要理他們 那我覺得對於這個 只有靠打架又可以曝光 我覺得這是可以預見的 就是說對民進黨的這些議員來講 當韓國瑜走的時候 他就是杯葛到底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這就是一個不意外的戲碼 當然是不惜用暴力 也要把你的總預算擋下來 才讓韓國瑜不能夠 後顧如憂的去選舉 可是這就是擺明了 就是跟國民黨的黨團 就是對抗了 對抗就一定會 產生暴力的衝突 這就是民進黨要的目標 其實就是在炒作 這樣子的一個話題 我會覺得就是說 他請假就請假了對不對 你又何必在這個議題上面 你畢竟這些市府的總預算 所牽涉到的還是市民的權益 還是市政的許多需要錢的建設 還是包括這些公務員的薪水 等等的 你這樣子去擋 其實我說實在的 他其實就是在選舉上面 希望能夠再拐 韓國瑜的拗咖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他本來是副議長 陸舒美主持 開議前半個小時 民進黨就假機動員 用椅子排成護城河 然後他們拒絕副市長夜匡時 上台報告 而且他們喊的叫 沒有市長 沒有副委 面對市民接受質詢 然後他們每個議員拿一次機 叫慘叫機 在主席上慘叫 不過這好像連月帶動我 機也是動我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我沒有在現場 但是我可以理解這樣的現象 因為我們來想 假設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是 韓市長當選總統 好 那當選總統以後 那高雄市長就不是韓市長 那這個預算過了 要算還是不算 當然就不算了 就要重來了不是嗎 要不然你現在審了以後 到時候不是韓市長的 這個韓市府 那誰對這個預算負責 那第二 韓市長沒有當選 又回到高雄市 那你回到高雄市的時候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你不在 你憑什麼要議員 就這樣輕鬆 就給你這個預算 那所以其實 韓市長那時候應該是 要嘛他就等預算過了以後 再請假 要嘛他就真的一開始就說 我對不起 你們先都不要審這些 我請假 等我選完了 抵定了我們重來一遍 那再來 要不然 真的現在 真的審了 那跟沒審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對人民 對高雄市民 也沒有辦法交代 真的 其實我想要兩件事 我們剛剛看了一個 國民黨的市議員流血 如果照剛剛葉宜君委員的邏輯 那是不是民進黨 故意把他打傷 所以民進黨議員要陪他 我想不是看到有人流血 不是 他撞到桌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因為 錄到了 警察也可能 學生也可能撞到 對 所以不能說因為有人流血 就一定是警察打的 再來另外一件事 如果市長不審 不進議場 就不能審預算的話 我倒很好奇 賴清德當初幾百天不進議場 為什麼台南市議會 就要審預算 我想同樣的標準 應該要仿諸四海皆準 你不能賴清德說 我不進議會 然後民進黨的 主導的台南市議會 照樣審預算 到了高雄市就說 市長不來我們就不審 我想這樣是說不過去的 他不能地方不一樣 然後只因為人家 現在要選舉 然後就搞這種名堂 我想沒有意思 他不能不審 他可以審 他可以刪掉 我審查我可以刪除了 但你說不審 不審也很奇怪 來 李宥 你講好了 我們順便舉個例子 陳菊在當我們的總統府 秘書長之前 最後一個會期 請問一下陳菊 有沒有在高雄市議會 沒有 預算不照審 這有什麼問題 要知道審預算是議員的職責 議員的老闆跟頭家是誰 是人民 是高雄市民 他是要對市民負責 不是要對韓國瑜負責 審預算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他就該去好好的做 為了推動市民的福祉 以及市政的推動 本來就會好好的審 所以說什麼沒有市長 沒有預算 沒有副委 那完全都是民進黨 偏外行人的語言 立法院換一個隔魁 我們就要重來一次 對 就是這樣 而且我想 當時陳菊之後 有沒有洪建議換過我們的預算 有沒有 市長沒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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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還是要 而且包括副市長 朱貞昌當台北縣長 搞了一半就跑走了 他的預算不是要選 對 都一樣嗎 我補一下 如果是真心要審查預算 就要副委 因為你不副交付委員會 你就不能針對細項 對每一個局處提出質詢 要求對預算做說明 不是 你把預算卡在大會 這個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作為 他本來就會卡他 這個東西也不稀奇 大家知道 只是今天有人受傷了 搞什麼亂七八糟 民進黨他一定要用這個機會 來羞辱韓國瑜 但是選舉策連之一 韓市長請假完之後誰崩潰了 民進黨來高雄市議員崩潰了 他們找不到生活的目標 韓市長請假找不到人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現在怎麼辦 不能夠搗亂韓市長 只能夠自己找亂子 所以才會 不知道這種流血衝突等等 我覺得全部都是政治語言 跟政治性 拜託 回到真正市議員的本質 好好把預算審出來 才是對高雄市民負責任 陳水扁 陳水扁奇怪了 陳水扁突然說 誰是操作芒果乾 就是赵浩康 原來就是你 就是赵浩康 好 他為什麼 他說我跟他市長辯論的時候 有說 陳水扁當選的話 說把中華民國毀掉等等 我是揭發你的陰謀 如果不是揭發李登輝的陰謀 李登輝早就搞台獨了 我不是預言對了 他下來搞了台聯黨 台聯黨誰搞的 就李登輝 對不對 你陳水扁後來為什麼被逼得 要講什麼事不宜美 有心中的路線 那就是懷疑你 不是我懷疑大家都在懷疑你 我們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中國同胞們 台灣就要毀滅了 毀在民進黨的 納粹法西斯手裡 毀在李登輝國民黨的 慈禧太后義和團手裡 1933年 希特勒奪得政權之後 先殺共產黨 再殺獨太人 對外面用兵 最後導致德國的毀滅 滿清末年 慈禧太后 縱容義和團 殺人放國 抵抗八國聯軍 最後招致大清帝國的毀滅 今天這場選舉 不僅是台北市場的選舉 而是中華民國跟台灣共和國的選舉 民進黨主張 排毒跟暴力 就會給我們帶來毀滅 而陳水扁先生 代表的就是台灣共和國 我們看民國七八年 陳水扁選立法委員的 廣告台灣獨立萬萬歲 所以在這裡我要請問陳水扁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請問陳太扁 你承不承認你主張台灣獨立 第二個問題 許榮錫是不是你的朋友 你知不支持全民計程車行的暴力 第三你曾經說過 市長可以不選 隱形公民案不可不破 請問你是說謊還是不負責任 請你不要閃躲 一下子說主張台獨 一下子又推給要公民投票 一下子又說民進黨的黨綱決定 一下子又說要升中華民國的國旗 哪有台獨要掛中華民國國旗的呢 民國79年82年 你在立法院 你就拒絕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下 宣誓立法委員 我在這邊請問陳水扁先生 我在這邊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你敢不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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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經忘了這一段了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因為他們把他找出來 陳水扁不敢喊 我都問他你敢不敢喊 他就不敢喊 事實上 這有什麼好閃躲 你們主張就是台灣共和台獨 台獨不就把中華民國毀了嗎 而且今天證明是對的 我覺得這是什麼錯 他當時沒有回答 他當時沒有回答 他只是說 有那麼嚴重嗎 他不肯回答 他不肯回答 你表態到底是怎樣 他不肯 真的是這樣子 來 鄉老人怎麼看 這個 我就看完之後 可能很多人要拱你去選 選總統不好吧 大家會覺得 如果陳水扁選的話 趙先生就跟他選 對 就是你看到 這已經是二十多多年前了 二十多年前 而我要大家看的不是 那個時候的趙大康 年輕時候的樣子 也不是聽趙大康 那個時候講些什麼 而是趙大康講的內容 今天印證了之後 都是對的 沒有扣你帽子 沒有扣你綠帽子 事實上今天陳水扁走到了 一邊一國台獨萬歲萬萬歲 賴清德作為陳水扁的 主要的支持者 賴清德都已經公開強調 自己是一個台獨主義者 今天的民進黨 絕大部分任用的高階大員 都必須要爭先恐後宣誓 追求極端的台獨 那個就是以台灣為名 建國的台獨 那就是這樣了 那在當時 今天回頭去看 你會覺得那是先知 可是有什麼用 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得到 得到政治職位的時候 所有的你的預言 只能夠看著那個預言 往最糟的地方走 最糟的地方去實現 所以看完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那個時候如果當選的是趙少康 或許就不一樣了 不過邏輯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你要不然就支持中華民國 你不是中華民國 你支持什麼 你支持台灣共和國 你支持台灣共和國 那不就把中華民國毀掉 中華民國不是滅亡 就這麼簡單 那事還不是你說 那不肯講 有那麼嚴重嗎 當然很嚴重 什麼有那麼嚴重 非常嚴重啊 病啊 休息一下 回來 好 韓國瑜今天到桃園去夜陵 我們看一下情況 獻花 韓國瑜瓷湖夜陵下鄉行程 來到桃園 時間精算過 謝謝桃園 正好挑在蔣中正名 但這一天來桃園 搶打兩獎牌 行程安排處處是選機 桃園 挑選在腳板山公園 成立原住民後援會 跟兩獎也有關係 因為這邊僅致因為 庫寺蔣中正故鄉 浙江鳳化縣的西口鎮 曾經在這邊設置了兩處型館 韓國瑜 韓國瑜 動帥 韓國瑜 動帥 特別落幾句泰亞族語 還穿上傳統服飾 韓國瑜這趟桃園行 不只是後援會成立 以及兩獎牌 固裝固好藍大票倉也是關鍵 尤其前兩天蔡英文才剛到訪桃園 其實蔡英文現在應該滿穩的 滿有優勢 但是民進黨還是擔心 他擔心什麼 擔心年輕人不投票 所以他們最近做了一個 這樣的宣傳 衛冕者就蔡英文 民調現在是52% 但是支持者投票只有70% 然後得票數是719萬1572票 所以得票49.56% 挑戰者就是韓國瑜 民調雖然只有39% 但是他的支持者 95%都會投票 所以得票變成731萬9993票 所以是50.40% 挑戰者贏了 這是他們說的 但是你有可能 說蔡英文的支持只有70% 韓國的支持95% 就是這個 有可能韓國因為鋼鐵 鐵 韓粉比較熱情 會高一些 但不可能變成95跟70% 這個目的就是吹票了 就是你蔡英文支持者 你不要掉以輕心 然後不要以為說 你不投票蔡英文會當選了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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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擔心 來 葉偉 你覺得這個有效嗎 真的去能打動支持者 讓他們訴求他們的危機感這樣 當然每一個候選人 都希望自己的支持者 要有危機感 有危機感不是只有 你自己去投票 你才會積極的去幫忙拉票 事實上真的一個事實就是 韓國瑜的支持者 是比較堅定的 是鐵粉 那蔡英文的支持者 年輕人占多數 年輕人是鍵盤手 就坐在電腦 前面可能他 他一聊得開心 或者一玩得開心 他就沒有去投票 那真的就有危機 所以用這樣來提醒 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這本來就應該 好吧 我們看就是說 這非常接近 通常選舉我們會這樣講 我們絕對沒有人敢講 我自己一定贏 民調再高 對話說我很危險 在邊緣 而且我可能就差你這一票 所以讓那個 差這一票的人覺得 我的邊際效用好大 我這一票投下去 就決定他的生死 決定他贏或輸位 這我一定要去投票 其實候選人就要訴求選民 這樣的危機感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算出來 你也不能差太遠 你說我差你一個什麼20% 那我要去投幹嘛 不是浪費選票嗎 所以對話說 我跟他已經接近了 我只差1% 只差0.5% 只差1點點票 其實是這樣子 那高嘉宇說 蔡英文輸不是不可能 因為還有三成未表態的人士 當然韓國瑜也寄望 這三成未表態的人士 到時候會不會就表態了 來投他了 不過另外講 民調的三成未表態 事實上民調也不可能 百分之百投票 對 到最後就真的 起碼要扣掉 起碼要扣掉2 30% 你投票率大概也就是 6成5 7成 所以今天跟你說 不表態不投的人 搞不好到時候根本不去投 所以不可能 三成都來投票 事實上也不可能 但是這個選舉我講很困難 贏的人也不敢講我贏 贏了我幹嘛來投你 輸的人又怕自己輸太多 怕選民又失望 所以你看 蔡英文的陣營就說 我們不一定我們不贏 我們投票的只有70% 他們投票的9% 他們好可怕 到時候還贏我們0點幾% 那韓國瑜人也不能講說自己輸 所以張聖誠就說 知識藍不支持韓國瑜是錯覺 誰講知識藍不支持韓國瑜 很多大學校長都支持韓國瑜 我也知道很多日本是支持韓國瑜 很多博士很熱情支持韓國瑜 所以張聖誠說 綠營的表現不像是會贏10% 他說哪有贏我們10% 不像綠營表現那麼爛 會贏我們10% 而且也不會 這就是藍綠在目前的情況 處境真的很為難 張聖誠不能說對... 我們倒是一定贏 好像也不好這樣講 但是你輸10% 而且好像有長他人自己 知道說 看起來我們不像會輸10%的樣子 來 你怎麼看 在基層 我的基層基本上來講 是非常挺韓國瑜 所以不像輸10%的樣子 不是 我每一次 因為我現在都在辦這個 活動 三個禮就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插電會 大概都每一場都是 三四百左右這樣 每次我提到說 雖然目前我們的民調輸 韓國瑜輸 在那裡有人罵我 吹想輸 假的 假的 不要相信 不要被騙 底下就... 古早 很激動 幾乎每一場 我只要講到這個 我當然要吹票 對不對 我當然要吹票 我說我一定會講 是不是 各位想一想 如果韓國瑜沒有贏 你們再怎麼樣對韓國瑜 藍軍的人頭腦都很大 都覺得說 他這個不夠 那個不夠 這個不夠 人家綠軍不是這樣子 綠軍看到綠軍就頭 管他3721就頭 藍綠不一樣 我說藍軍的人比較聰明 頭腦比較大 我不是說綠也笨 不是這個意思 頭腦比較大 所以就會挑很多毛病 是不是 我們主要是除了投票 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泛男要挺韓國瑜的七成左右 人家泛綠的已經差不多九成 都很清楚看得到 就是我們藍軍的人 有些人站在旁邊 他不來投 怕這個說要去吹票 我是提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我要認真講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講法 都不如什麼 不如我最近聽說 香濃的節目是可聽性很高 就要告訴全國老百姓 如果你不去投韓國瑜 那個蘇貞昌就每天出來 蔡壁宗就每天出來 徐國榮每天罵記者 這個一直播 還每天罵立委 對不對 還每天罵立委 你看蘇貞昌罵立委 上行下下 徐國榮罵 對不對 記者是什麼 老百姓他是無冕王 老百姓不要忘了 我總是請就罵蘇貞昌 我說人民是頭家 你們是同意 你對投家這樣子 我們是投家代表 是不是 我是覺得這個比較有效 就想一想 想一想 蘇貞昌最近的魔鬼說 他不喜歡的人他都說魔鬼 要不斷的讓大家知道 就讓去年 大家討厭民進黨那種感覺回來 韓國瑜就有希望了 否則是很辛苦的 人民是投家那是騙人的 人民就在投票那一刻是投家 投完了人民就是用人 什麼時候變成投家裡 基本上就是說 綠營的這個催票的 這個方法幾乎每年都會用 以前還會譬如說 登個報紙廣告 然後就告訴你說 譬如說趙少康 大家都覺得趙少康一定會當選 就登個報紙廣告出來 就是隔天趙少康落選 謝長廷落選 怎麼會落選 那你就覺得很緊張 你現在都覺得他當選對不對 不去投對不對 投別人對不對 到時候就落選 然後就用這種方式 他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那可是你就現在 他用了的民調 其實就是TVBS的民調 那TVBS的民調 就是有把不投票的人去除 所以說才會 一般的民調 蔡英文都是四成 只有TVBS的民調 到五成的原因 是因為他扣掉了 不投票的比例 所以你想想看 上一次的總統投票率 才六成六是最低的 那高的可能超過七成五的很多 上次馬英九對蔡英文的話 是七成六 所以在這中間 大概是七成 也不會低到像上次這麼低 這次起碼有個七成 七成的話 就表示有三成的人沒有出來投 剛好 剛好是這三成沒有表態的 然後你就變成 把他換算過來的話 就如果就TVBS的話 是蔡英文五成 然後韓國瑜是三成多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蔡英文知道就是說 他的選票已經到頂了 就基本上表態會支持他的 通通都表態了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 他必須第一個 這些人要出來投票 這些人如果沒有出來投票的話 那就要打折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人不能夠 後來想一想 不想投蔡英文了 掉下來 結果他也不能犯錯 不能夠像陳同佳案 不能夠每天犯這些奇怪 蔡壁仲的錯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又不想投 他就會往下掉 他很難往上升 可是他很可能會往下掉 往下掉的理由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覺得說 好像一定到 不用再去投 這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所以蔡英文現在全力的 不要往下掉 韓國瑜當然是相反 你還是要往上提升你的票 所以蔡英文他兩次的得票 一次是608萬 然後一次是689萬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蔡英文的票 大概就是會有600萬起跳 要超過689萬也很難了 韓國瑜上一次我們的選舉 是因為投票率齊低 沒有出來投的都是藍營的 沒有出來投都是國民黨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軍公教的 所以有300萬票 他沒有去投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票才成長80萬 可是這些人就是怎樣 就是不出來投 很氣 不出來投 所以其實韓國瑜 他不只是要爭取 就是說因為現在支持他的人 投票率很高 你要那些不想出來投的人 要叫他出來 而且這些人都是潛在 比較可能是藍營的選票 因為我剛剛講的 綠營的選票已經到頂了 這些潛在的 他本來是比較認同藍的選票 你怎麼樣給他一個 強而有力的出來投票的動機 讓他出來投票 這個投票率高出來的 應該都是會是 支持韓國瑜的比較可能 我認為蔡英文這次票 大概就是650萬 差不多 兩次的票加起來除二 大概是這次的投票 你韓國瑜去看拿到拿不到 馬英九76%的投票率 韓國瑜66% 這10%就是藍營的票 藍營跑掉 藍營不來投的 你叫得回來叫不回來 但這次還有人分票 宋楚瑜可能會出來 對不對 所以到底情況會怎麼樣 其實這種票 大概就是這樣算算 大概你就知道了 你到底有多少票 他有多少票 應該是可以算出來的 好 那麼連戰 現在要出來喬 說要支持韓國瑜 連戰出來喬到底有沒有用 誰是什麼 他們名稱很多了 競選總部主委 競選總顧問團 團長 榮譽主委 還有榮譽主委一大堆 到底在大選的時候 能不能真正發揮實質的效果 還是一個象徵團結的意義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 連戰要出手整合了 是要設英雄宴 應該選國軍英雄館 我不知道在哪裡請 10月8號要成立 要設英雄宴 馬英九 朱立倫都會去 而且他們要推劉兆玄做這個 做什麼 總部顧問團總團長 內定劉兆玄 到底哪些人會參加英雄宴 韓國瑜 連戰 馬英九 吳敦宇 朱立倫 黃秀柱 吳伯雄 還有大陸台商會的重量級會長 主要要象徵國民黨黨內整合歸隊 而且當天是國民黨部分區立委 提名受理推薦登記的最後期 是國民黨不是不專案選舉委員會 11月10號即進入提名審查 小組審查階段 自列不分區的吳敦宇最後 能不能提出平衡各方且兼具 功能性代表性的部分區名單 也到了攤牌的階段 而且2019年11月9號第二天 韓國瑜高雄競選總部就成立 連戰會出任他的 全國後援會總會長 劉兆玄是顧問團團長 然後總部三巨頭會全部到位 看起來 現在要出張了 又傳出來說朱立倫可能會接 韓國全國競選總部的主委 到底有什麼 有後援會顧問團 有全國競選總部 還有榮譽主委對不對 有很多的名位 到底韓國瑜會不會要朱立倫 朱立倫會不會接韓國瑜 全國競選總部的主委 朱立倫說尊重韓國瑜的決定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不知道 大家都在猜 朱立倫今天一定給記者追著跑 韓國瑜追著跑 終於最新的消息 韓國瑜說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等到時機成熟時 會對外正式宣布 也請所有關心韓國瑜 朱立倫的好朋友 再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目前並沒有合體的計畫 要看到時候 主辦單位如何安排 所以現在並沒有要一起上台的意思 等等 連戰到底怎麼樣挺韓國瑜 我們看一下 市長朱立倫 是不是要接競選總部主委 是嗎 朱立倫要不要接競選總部主委 時機還沒成熟 韓國瑜什麼都不能說 倒是被點名的主角語帶玄機 我們最近大概禮拜六會在台南碰面 那我們目前只是提到說 歷任的黨主席 我們都能夠來幫忙 那應該我想擔任榮譽主委 是應該很自然的一個情況 歷任黨主席要怎麼樣幫忙 這是另外一回事 主動預告 10月9號競選總部成立韓朱將合體 到時候韓無珠三巨頭會面 更傳出在三巨頭同台前一天 8號連戰將出手設團結英雄院 邀集立任主席 包括馬英九朱立倫 吳伯雄 洪秀柱以及現任主席吳敦毅 要一起大團結拼團結氣勢 連戰出手就選金來贏振奮 象徵國民黨內整合歸隊 要全力挺韓國瑜 來 這個六位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這是大人的事情 有時候我雖然在國民黨 頭那麼久了 我有時候也三次 小女孩就是了 講這句話真的是人員太好了 對 差不多大人 老人 但是有時候還是 我實在是有時候也是 不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應該是今天中國時報 報這個新聞 有了之前的副總統的例子之後 我覺得這種事情 就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當時就是說其實 韓國瑜跟朱立倫都還沒有 很清楚的意願或想法的時候 就被他送做對了 對 然後大家就敲鑼打鼓 你看結果後來兩邊就是說 沒有 反正一定會幫忙一定會努力一定會支持 不在乎位子 什麼名稱不重要 然後我說實在到今天 我也實在是搞不清楚 到底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給人家的感覺就是說 就真的像韓國瑜講的 他們講好就好了 不要在還沒有講好之前 像今天這件事情 又是還沒有講好之前 又在講說朱立倫是不是要想要當 競選總部主委 然後你看馬上一定去問 然後朱立倫一定就講說 他說不是針對我 他說是歷屆黨主席來幫忙 當然大家都會幫忙 然後他也一定都會幫忙 至於誰要擔任什麼樣的位子 就是由韓國瑜去決定 他說尊重韓國瑜 韓國瑜就說 再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那就表示這件事情 並還沒講好對不對 不然的話 擔任軍權總部主委 這有什麼好那個的對不對 所以就表示還沒有講好 我就又很擔心了 就是說 這時候你要怎麼評論 你怎麼不能說 因為上次大家都說好 朱立倫當副手 結果我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不要多說 也不要太早的曝光 然後讓當事人到最後 反而沒有了 這不是很可惜嗎 我覺得國民黨 就趕快團結 從國民黨的初選 總統初選到現在 跑地方行程 大家都一定會問到 國民黨現在到底怎麼樣 韓國瑜跟馬市長狀況怎麼樣 韓國瑜跟吳主席狀況怎麼樣 韓國瑜跟我們的朱潔市長狀況怎麼樣 韓國瑜跟我們的朱潔市長 你都怎麼回答 我覺得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很快就會團結 好幾個月了 還有多少時間 只剩70年要選舉 沒錯 要選舉 所以我說真的趕快團結起來 因為這些所有的人 都無法置身事外 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尤其是我們看到的 綠色粉專線傳 韓國瑜剛剛講的 韓國瑜民調小營蔡英文 這不是民調 這是文宣 這是要幫蔡英文吹票了 表示綠營已經醒來了 提早醒來了 準備備戰了 他們看到去年陳其邁的例子 他不會再重蹈覆车 現在一定要他們已經是穩扎穩打 準備開始邁出第一步 國民黨現在說實話 這樣團結已經是晚了 可是只能起幾天 如果現在再不團結 你接下來這麼硬碰硬的選舉 你要怎麼樣 不被民黨見鋒插針 我覺得國民黨好好想清楚 沒有人可以離開這個戰場 我真的覺得 誰當什麼主委 副主委 榮譽主委 會長 總共都沒有用 對選舉一點分都沒加 還是我那招 你們這幾個巨頭 要顯示你們的團結 要顯示你們的真正的 幫助國民黨 就很簡單 不分區 吳敦義15名 朱立倫17名 朱立倫馬英九17名 朱立倫19名 再來一次 吳敦義15 馬英九17 朱立倫19 你們不要那麼沒出息 上一次你看 上次投票率66% 國民黨有10%都沒來投 本來應該76%的 馬英九是76% 國民黨都還有11個不分區 不分區給我34席 你國民黨本來還說 我什麼立法要過半 過半你34 你不是要17席嗎 不是應該有17席的不分區嗎 你怎麼那麼沒有出息 上次都有11 選那麼爛都有11席 你這次沒有15席 吳敦義電在後面 壓陣15名字15名 怎麼不行 馬英九17 因為馬英九沒有要選 百17搞不好馬咪 因此多了幾%的馬咪 朱立倫19 19大概機會不大 但至少表示我 我團結 我跟你們一起奮鬥 積極 有進取心 講一大堆都是白講 就是擺下來 吳敦義15 馬英九17 朱立倫19 這樣大家都沒話講 也沒有人去批評你 吳敦義 說吳敦義什麼自己 把自己六位部分去誰批評你 是你真勇敢 敢擺在15 敢在那個違選邊緣 把事情去擠錢 其他都白講 來 施保雄 我要講一下 民國90年那時候選第五屆的立委 我那一屆是落選的 我選這麼多屆就那一次 唯一落選 那時候面對親民黨 他們就推出個口號 送進立法院 所以 宋楚瑜 對 宋楚瑜的上 所以他裡面的民調好幾個 在13名 14名的都上了 我落選的 我民調非常高 我落選的 一輩子難忘 這個有用 重量級的 主席級的這樣的位階 把他放在邊緣 宋楚瑜就放在邊緣 所以他前面都上 變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講15 17 19 我覺得非常好 第二個 我覺得吳敦麗 既然人家把他放不分區 現在的理由都是什麼 都是負面的 說什麼他沒有地方去 他會沒有地方去嗎 當過國家副元首 他在乎這個位置嗎 一個楊村立委 他就有企圖去講 我就去改革立法院 我要當立法院長 大聲講 對不對 蘇嘉全做的都爛 比如說全世界沒有所謂的 包括我表決 150幾個案子表決一次 是蘇嘉全做這個事 蘇嘉全做了多少 破壞民主的事情 我都可以告訴國人 蘇嘉全做了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這些通通非民主 都是獨裁 我來做院長不會做這個 我改革立法院 一講你這東西就有了 對不對 又放在第15名 誰會講話 沒有人講話 對不對 現在來講就是很多 想潘拉馬屁的 要把他放第一名 放第三名來害死他 我最後一句話 他擺了越前面 對國民黨是扣分越多 擺了越後面 對國民黨是加分越多 就這樣子 基本上吳敦宇是有資格 當國民黨的不分區 為什麼 因為吳敦宇 他如果今天回南投選區 他一定選得上 他怎麼會選 他每次都高票當選 而且他以前過去 每次選立委的成績都不錯的 所以吳敦宇今天如果說 我不當當選區 我回南投選 他選得上 所以他並不算是 佔不分區的便宜 他可以選上立委的 只是說在這個時候 你當黨主席 國民黨現在氣勢 其實並沒有很強 在這個時候 你打一個強身針 強心針說我排在15名 他在我眼睛一亮 黨主席都這樣 你不但拉抬國民黨的事情 你其實也拉抬了 韓國瑜裡面的聲勢 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 而且你們現在天然團結 你真的有團結嗎 一把馬英九出席都拉進來 就是團結了 要說服他們 你連他們都說服不了 那怎麼可能 那做什麼黨主席 先說服馬英九 再說服朱立倫 如果你馬英九 朱立倫都說服了 搞不好你還可以說服郭台銘 休息一下 待會兒 誰這麼大膽感性善的學姐 說是市府顧問 柯文哲的處理很有意思 雙方隔離是什麼 如果真的有性騷擾 要依法來調查 來處分 怎麼隔離 隔離就算了 這是怎樣 兩個小孩打架 不要打他 分開就這樣 來 玉律師 我想性騷擾防治法 有非常明確的規範 就是主管機關要調查 而且對於有性騷擾行為的人 尤其這案是市府顧問 對於市府的副發言人 是受到他監督的人 是加重處罰到二分之一 最重可以罰15萬台幣 所以不是說把兩個人隔離就沒事 要調查 如果屬實的話是要處罰的 不是這樣霍西尼說 我把這兩個人隔開就沒事 這樣是完全沒有依法行政 玉維 這當然是要調查 這個已經是法律的層次了 不過比較詭異的是 當事人自己並沒有提出 但是就算當事人沒有提出 你作為一個行政主管機關 你必須要主動去調查 當事人有跟市長去抱怨 那如果有 那如果這樣是當事人有申訴 那你就更應該要處理 沒有說只有隔離的 那你說這一定到法律層次 兩個人小孩打架 可以說分開隔離 這個是法律層次 是兩個人有犯法的行為 你說隔離就好了 哪有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柯市長又便宜行事 到底是怎麼樣的騷擾法 我們看一下 台北市的副發言人學姐 曾經被我們的市府顧問 劉佳仁 劉佳仁性騷擾 市長 有沒有曾經有像余志偉 或者是其他的市府同仁 跟你反應這件事情 有 有 那請問 你有做什麼處理 第一點 我有請他們來說明 請誰說明 當事人來說明 學姐還有劉佳仁嗎 都有 所以你自己調查 但是我沒有做 後來就跟他們說 以後這種事情就造SOP 所以你就是用口頭告誡的方式而已嗎 那我們就應該是這樣 把那個工作隔離 好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說這個顧問 大概經常就發個LINE 反正續寒混暖 那學姐大概覺得很煩 不厭其煩 說這個劉佳仁甚至晚間還頻頻傳訊息 照片給黃靖穎 讓黃靖穎被趕困擾 另外他找黃靖穎到辦公室討論行程 看起來他是長官 顧問大概地外很高是吧 這個劉顧問還把辦公室門關起來 所以關門的時候學姐就不安 你為什麼要關門 為什麼要關門 那到底這個顧問 為什麼受到柯文哲的重用 其實這個顧問其實 柯文哲原則來講 柯文哲貼身的幕僚 其實真的他相信的沒有幾個 所以對而言他最相信 包括我們平常要找的人 其實除了找蔡壁如之外 全部都找他的顧問 還有其他兩三位顧問 他都非常的依賴 其實這件事情 我相信台北市議會 早就有聽聞了 這九月初的事 我們大概九月中的時候 就有聽過 包括了一些同仁在聊天的時候 都講過這個問題 可是這也不是第一樁了 不要忘記 柯文哲之前也發生過一個事情 他的貼身幕僚 也是跟我們的公務局局局長 也發生有外遇的事件 所以每次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柯文哲他就直接出來打哈哈 人家問他 這個事情他怎麼處理 柯文哲說 他覺得認定不構成性騷擾 頂多是過度訊息騷擾 我不曉得他講這種話 大家能不能夠接受 過度訊息騷擾 所以把他送到了 姓評委員會來處理 我覺得這事情要正視一下 你知道柯文哲 他本身的 他的知名度很高 他的聲量很高 他的第二個人 聲量最高的是誰 周圍的 就是黃金營學姐 所以對於學姐而言 柯文哲 他必須要好好的保護他 因為接下來包括 學姐接下來已經在幫很多的 區域的立委在輔選 民眾黨的區域立委在輔選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柯文哲 只是故意想把他壓掉 不想把事情鬧大 因為對他整個團隊不好看 因為就我所聽到的 有對學姐這些不禮貌行為的 可能還不只他 還有一些其他的 也是因為學姐很漂亮 而且學姐聽說現在單身 所以很多人想追求 所以對這方面 我認為柯文哲 竟然這麼隱重的學姐 這麼的相信學姐的能力 我覺得保護他 讓他能夠在台北市政府 能夠安心的工作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柯文哲 自己本身長期來 對於女性 不是那麼尊重 但至少還要保護 他自己的員工 自己貼身的幕僚 能夠受到別人的尊重 這最基本的態度 他舉個例子 說蔡壁如有一天晚上9月5號 帶著學姐到天母山芋公參拜 而且拜會山芋公的委員 跟在地里長結束以後 黃靖瑩獨自回家 這個劉家人也去了 就轉往另外一個議員的 飯局的時候 不斷以LINE傳訊給黃靖瑩 問他要不要過來一下 而且中間還打了好幾通電話 黃都拒絕他 而且他又傳訊說 抱歉 沒有照顧你回家 路上小心等等 所以你光看這個文字好像也還好 但你一直這樣去 就讓人家很煩 不厭其煩 9月初陳惠 嚴考委主委就當場發難 替學姐來抱不平 然後柯文哲就看了他們的訊息 還說這個劉家人 就是那個顧問 當天是不是喝醉酒 他後來就讓他們不兩個 不在一起工作等等 但是他也不認為是性騷擾 也沒有把他們怎麼樣 隔離就算了 立文到底是算不算騷擾 我覺得是這樣子 當然性騷擾這件事情 本來他在認定上面 就每一個個案 都有他的困難度的存在 如果說今天劉家人 他真的喜歡 然後他想要示愛 可是他沒有預舉的話 只是不斷的 每次想要製造機會 跟學姐獨處 但他都沒有預舉的話 你很難說他是性騷擾 但是性騷擾的定義就在說 這中間有一個是權利關係 因為他是上司 他是下屬 如果我今天 你一天到晚約我 我就說我對你沒興趣 對不對 可是他如果是上司 我又沒有辦法拒絕他 他叫我去他辦公室 我不能不去 因為他說要談公事 可是我大家心知肚明 我的感覺 他就不是找我去談公事的 可是這種東西 你又很難拒絕 你又很難證明 因為劉家人就說哪裡有 我哪裡有對他有意思 是他自己花吃 他想太多了吧 這種東西你很難去鑑定 但是因為這個新聞傳出來 就是說當然他這個 除了他很明顯 一天到晚過度的叮嚀 什麼事情都要找他 當然他當然傳出來的 新聞的內容是說 他的確對他肢體 是有毛手毛腳 他有對他吃豆腐 有聽說 有這樣的傳聞 對說毛手毛腳 就是有一些可能的碰觸 就讓人家不舒服的碰觸 對不對 譬如說你怎麼樣 這樣子那你是不是 這很難講 不一樣的人 對你搭肩 就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對於男性來講 這個時刻 你不能講說 我對你並沒有那個 你想太多了 你這個小女孩怎麼這樣子 人家不舒服 你就要倒退 你就要保持距離 這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劉家人 他早就應該要倒退了 可是因為他是上司 因為我相信 學姐不是第一次跟他反應 我不舒服了 他就應該要那個 他沒有 柯文哲就應該要嚴厲的 就是要制止這個劉家人 那至於他如果 還有進一步的肢體動作的話 就應該要 這件事情要延半 對 就應該要延半 劉家人現在不服氣 我強烈抗議 我沒有姓騷擾他 我也沒有單獨約他出來 我通常跟他講話 用line也是談得很短 等等 來 葉律師 什麼叫做姓騷擾 我覺得姓騷擾就是說 以展示圖畫影像等等的方式 然後有損他人人格尊嚴 或使人感受到冒犯 其實都算 那今天其實很明顯 是學姐感受到被冒犯了 沒錯 然後我覺得這邊 柯文哲市長有一件不對 就是他不應該自己去做調查 市政府應該有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是要由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來組成調查小組去做調查 因為今天這個市府顧問 顯然是他的親信 當你市長親自來調查之後 誰能夠相信這個調查的中立性 跟他的可信度 所以應該要由中立的第三人 來做調查 由柯市長本身來調查 是完全違法的 柯文哲今天又講錯話了 陳輝文說了 說韓國瑜團隊只有葉原資跟何廷寬 兩個年輕戰將不夠的 如果我是韓國瑜或是他幕僚 就會建議去挖腳學姐黃靖穎 因為學姐她會有很多流量 有影響力 柯文哲聽了說講什麼 記者問柯文哲 那要駕馬出得夠高 他們要努力出駕 所以就被罵了 所以你是個誤化女性 柯文哲就喊冤 說你們這是政治謀殺 來 想 到底是政治謀殺 不是政治謀殺 誤化還是不是誤化 我想柯文哲講 最後那句話的時候 應該沒有要誤化的意思 任何的蛙腳 大家總是覺得 蛙腳總有行情 如果你是要蛙腳學姐 你要開購好的 當然也很可能 柯文哲給他給學姐 按盤的價碼是很高的 不 我覺得他就是誤化 因為你今天 他是認同柯文哲的政治理念 難道是因為柯文哲給他高薪嗎 當然這不是商業 價格的一標的價就是誤化 這是擺明的 我覺得他就是誤化 好像女人都沒有價值 沒有理想 沒有理念 就錢多就可以到處跑了吧 那是柯文哲吧 不完全 我覺得當我們在談性評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量避免就是說 當一個一般性的談論 如果碰觸到女性或者男性 而我們本人出現了差別的看法 就這句話如果說 如果你今天要挖的是 比如說今天要挖的是葉律師 那就出價 當出現這種話語的時候 我們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但當女性有特別的感覺的時候 她可能在我們 在政治政治上面是有問題 他講那個價當然不一定是錢 我強調 第二個 我看到的有關於所謂的性騷擾 他是界定在說 只要當事人覺得不舒服 那就是性騷擾 所以基本上是很寬的 是很寬的 學姐已經不舒服了 當然就是 應該怎麼申訴怎麼辦 他應該照這個 他都說照SOP 公開說照SOP 可是他沒有照SOP 學姐絕對不能因為這樣 就吞下去 主要是柯文哲以前 你講陳以生很漂亮 適合去做鬼 他本來就不尊重了 這種話講太多了 他本來就沒有尊重過你 就這樣子